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张杰呢 自己现在是电动车主 然后当时要换车的时候 他真的有想说 我在同级剧里面 我是换油车或换电车 成本真的差很多 来看一下你是怎么算的 是的 那基本上呢 因为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 政府是补助这个所谓的燃油税 牌照税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 现省两万多块 同样要做这个休旅嘛 同样这个B&W的牌子 X5或者是IX40 这个光是牌照税跟燃油税 那因为你这个电池是马达 它就没有保养机油的问题 火星塞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电动车 还是有轮胎跟刹车的来令片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家是没有充电桩 那车子呢 是送你这个3000度电 那两年当然是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很直观的加下来呢 它是送6000度 两年 充电的一个钱 其实跟油钱 哇所以你这样总成本算下来 就是我同级巨 我买油车的花费 跟买电车花费 这差很多 差好几倍 这个12万 其实平均12个月 一个月就差1万多 那你有沒有发现 你在买电动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中型的休旅 你要选的电动选项 跟现在来相比的话 现在真的选择又更多 对因为其实呢 我之前是开宾室 那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出EQ EQ ESUV 所以所以听完爸爸哥 跟这个综艺姐介绍 其实还蛮不错的 就是你刚刚看到就觉得 那如果我以不到300万的价钱 EQ ESUV是这个配备的话 确实它的可比性就很高 它竞争力就很强 它的续航力比较强 而且我之前就是转换 就是使用这个同品牌的话 就不用再重新选 就是我宾室车换 宾室电动车 就不用再重新选 可惜这个差异是不是 是的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树立项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动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们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这边就是 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